大家好 这个视频我们继续在第2章的2.2下面的内容进行学习和演示 这一个视频我们讨论的是因子 英文它就是factor 主要有几个这样的关键的概念 我们先熟悉一下 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书中去看它相应的练习 因子实际上是顺着前面的5个小章节我们联系下来的 前面我们看到了在R中的进行 就是相量0维、1维、2维到多维 直到说可以存储不同模式数据的数据框 因子实际上是对于类别型变量 就是名义性变量或者是有序类别变量 这个是无序类别变量叫名义性 有序类别变量叫有序型 在R中我们称为因子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数组或者是存储的一个系列的数据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分出其中的不同 也就是unique这样的这种分类 函数用factor 然后表示因子这样的一种方法 或者函数 它存储是用一个整数变量的相式存储类别值 整数的取值范围是1到k k就是名义性变量中的唯一值的个数 这个就有一点像在python中 如果你定义了一个叫做集合set 即使你在集合中存储了 比如说1,1,2,2,3,3 但是在集合中它会过滤掉重复的值 它只会存取唯一值 当然这个比喻不是百分之百的恰当 因为在python中的集合是没有顺序的概念的 而在R中的因子 你既可以是名义性的 也可以是有序型的 这样的话我们用它可以去表明 我们一个就是我们存储的数据里面的相量中的类别值 同时由一个由字符串组成的内部相量 将映射到这些你所谓的整数相量形式中的 每一个整数上面去 也就是我可以给它1,2,3 数值性变量还可以用这种level和label 注意都是负数的 levels来编码成为因子 这样的话除了我们字符性变量 我们可以去定义成因子 数值型一样可以定明性的因子 这种字符性的变量更像是 我们的名称上上一次说的糖尿病的类别 或者说病情恢复的状态 当然数值性变量的话 比如说像大家的这个岁数 或者说身高体重这些都是数值 我们也可以把它编码成因子 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其中的唯一值的个数 这个就是我们因子的定义 所以在这边的话 那书中给大家讲解了这些具体的这个概念 我们主要还是来通过练习 来共同来演示一下 假设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向量 我们既可以在VSCode中进行练习 也可以用这个RStudio 同时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用RGUI 这些都是一样的这个方式 当然这RStudio这边的话 我们用起来的话会比较的方便 上一次跟大家这边介绍的 如果你想去清评 那就是CAT双引号 然后014去调取这个 然后我们上面就不需要看到我们这个表格了 因为这个表格我们已经不需要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边我们可以清理掉 我们之前存储的东西 RU说You want to remove all object 所以在这儿我们去清理掉它 然后我们重新定义我们这个类型 Diobits 采用这个左箭头减号的方式 给出一个字符形向量 Type1 这是第一个数值 Type2 第二个数值 Type1 第三个数值 Type1 所以有三个Type1 可以看到 在这个里面的 存储 它是按照这四个字符形变量来存储的 但是理论上其实我只分了两个类别 所以在这儿我们是可以再给Diobits给它这个Factor 所以我们Diobits用Factor 我们就可以去存储下它的Type值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Type它的本身的内容Type1 2 但是Level现在在这边已经有了 所以在这头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存取了Factor 就是因子之后的话在这边它会去找取唯一值也就是只有Type1和Type2 当然如果我这边出现了Type3 那我可能是说我再输入一个 当然这块可能对于这边我们来放一个Type3 看一下 在这儿我没有定义Factor的时候 当你输出它 那它就只有这就是你的本身的内容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定义Factor 这个时候再次输出就可以看到Levels里面就有了123 然后这个是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存储先将它存储为1211 但是在系统内部把它就是关联成 一对应Type1 二对应Type2 三对应Type3 所以在这边 为了后面我们当然我们没有做图的这个要求了 我们可以来看Status 我们来给它复制 我们来给它复制 Pull Improved Excellent 注意我们现在的Diobits是五个值 那我们也就创造出五个值来好了 Pull 然后再来一个Improved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之前是没有Order的 我们可以加一个Status 定义Factor 然后是Status 然后Order的 等于True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Status 可以看到现在Levels这边的话和上面的这个Levels不同的是出现了一个左键头 它就意味着说它现在一存储的是Excellent 二存储的是Improved 三存储的是Pull 为什么这么存储是默认的它是按照字母顺序 所以是EIP 这种情况的话 刚好对于我们这头来讲 它反正 宾管是我是从 这个是从更最好到改善到不太乐观的方式 反正它也是能够体现出来一个顺序 但是如果这个Pull恰好是在这个中间 那其实就会造成一些含义上的不太容易理解 所以在这边的话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强制去定义这个Levels 因为现在的Levels默认它是意义是先出现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我在Order等于True之后的话 我再来定义Levels 然后Levels实际上还是一个向量 所以在这儿我强制它 第一个我想看到Pull 然后我看到Improve 注意这个拼写一定要对应 然后是Excellent Excellence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Status就可以看到Pull是在第一个 Improve在第二个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Pull不小心我输错了 我说的Excellence 那这个时候会变成什么样 大家可以看到Excellence在这边是最好的 但是在我的这个信息中实际上是没有Excellence的 所以在这头的话 这个我们的Excellent就变成了NA 所以我们再来把它改成Excellent 看我们的数据还能不能回来 已经数据就被清掉了 所以在这边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所在 所以在这边我们创造了第三个数值是Excellent 我们在这边的话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拼写是要正确的 只有这个时候你的数据才会在这里 当然这个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方式 因为这个毕竟是手敲的 所以一旦你敲的就是拼写有所不同 可能会导致刚才看到数据就被破坏掉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看数值性变量 我们用这个性别来表示就是Sex Sex是直接是用Factor去定义 我们可以说Sex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定义Sex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Levels等于C12 Levels等于C Male Female Aero Sex not found 所以就是在这块的话 Sex我们看起来我应该是 变成 我前面刚才也是五个数值对吧 那我现在就变成是 1 2 2 2 1 我们这样去定义吧 然后我现在再来定义 现在Sex就有值了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Sex 这个时候我们原来的数值是 我放的是数值性变量 我就认为1就是男 2就是女 然后通过我现在的Label 我就把我们的数值性变量 转换成了字符型 或者是说转换成了文本型 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显示我们的男性女性这样的方式 通过标签我就可以去转换了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几次的这种 就是验证是从这种无序的这种数值性 自负性变量因子到有序的自负性变量因子 再到数值性变量 这种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因子的设定 然后让它找出来不同类别的个数 然后Cat 大家可以多次去练习 这样的话你也就记住了 Cat-014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来一起练习一下 就这个2.6 我们再把它敲一遍 首先Payment Patient ID 然后我们重新给它辅置 C1234 这个是我们的ID 然后我给出H 也是一个降量 25 34 28 52 所以四个人 每个人的这个 就是年纪都有了 我们现在重新 复制一下这个Dialbase 给它回到四个值 是Type1 Type2 Type3 Type1 Type1 所以我们现在看 Dialbase 是这四个 然后我们继续来输入 另外的一个像那样 Status Pool Improved Excellent 我们不要摄取太多的这个Pool了 我们更多的让它在Improved 这样的关系 然后我们四个变量都在这边已经出来了 Sax是我们刚才的 所以我们这个不用去管理它 然后我们现在来定义因子 首先把这个Dialbase 复制成Factor Factor 就是它是无序的 所以我就是直接是Dialbase就成了 然后Dialbase 现在你可以看得到 Levels就是Type1 Type2 没有顺序 然后Status 我是有序的 复制给Factor Status 然后加这个Oder 注意是Oder 就是过去式 然后处 这个处小写应该也是OK的 它会自动给你改成大写 所以现在Status可以看到 它是按照字母顺序 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定义我们这个DataFrame 就是数据框 Patient Data 注意我上一个视频我提到了 我是建议大家也用这样的开模的方式 把这个下面的第二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变大写 然后是DataFrame 这个时候我们每一列给它定义清楚 第一列是PatientID Age 然后是Dialbase 然后是Status 而这个时候我在Dialbase和Status这头的话 我都有因子的定义 因为我上面的A值 这边的话我没有去定义因子 然后PatientID还没有定义 所以现在我是直接用这个PatientData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PatientData 然后加在它之前加上Stream 获得的是定义对吧 显示对象的结构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现在它显示的内容 DataFrame 四个Object 四个变量 所以四个变量 对应四个对象 第一个是 相当于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数据了 MetaData PatientID是类型 是Number 然后内容是1234 A值一样 但是内容是不一样的 Dialbase现在是一个Factor 然后Without Level 就是它是Two Level WithTwo Level 但是对应到Status 可以看到它一块是Oder的Factor 这个是有顺序的 有序的这样的一个因子 然后在这边的话 它是有三个级别 所以在Dialbase这边的话 它区分出了两个级别 然后把每一个级别 对应到你的数值 就是Dialbase这边的话 我们在刚才的上面 是Type 1 2 11 所以它会默认的就给你去定义 从第一个见到的是Type 1 它就给它是1 第二个见到Type 2 它就给它是2 我们可以回头再来做更多的实验 然后Status这边的话 同样它是321 因为它定义的是Excellent 让我们看还能不能在进一步 它就显示不出来了 Excellent为1 也按照字母顺序 所以在这边的话 它会去找Excellent 是在第三个点出现的 所以Excellent是在后面 在第三个上面显示1 而Pool是在P开头 所以它是第三个 所以显示3 Improve是2 所以是3212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对你的数据框的 不同里面的所有对象的结构 有一个印象 就是有一个概念 然后Summary做什么 Summary patient data 就做了若干个统计概要的 这样的计算 所以对于Patient ID Patient Age Patient Diabetes 还有Status 这个ID实际上 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吧 这个我们只是一个顺序 就是叙述值 但是它也有最小1 最大4 然后这个第一 然后中值2.5 然后mean是2.5 所以在这边的话 这个统计 其实对我们来讲 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A值的统计有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 最年轻的25岁 最老的52岁 然后中间中值 就是平均值34.75 中值31 然后在这边的话 有这个Fourced和Third 这个Diobates 因为它是因子 所以它这边的话 只是给出来它的两个类别 所以有Type1 然后给出统计 就是落入Type1的有三个 Object 落入Type2的有一个 就是记录了 然后同样的话 对于Status 它是有序的 所以按照有序的顺序 那个进行输出 所以是121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得到 用这个清单2.6 我们对于定义因子 然后使用因子 然后给出统计值 就是大家记住 这两个命令 一个是Stream 就是Stream 是对于你的 这应该不是Stream 这可以是缩写 应该是Structure 的缩写 Str 然后另外一个是Summary 全称 所以在这边的话 是我们看到了 是有4个 还有如果它是可计算的 列数值 它就有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均值和两个 一个是均值 一个是中值 还有就是各4分为数 所以一个是4分之1位 还有一个相当于中值 就是4分之2位 然后4分之3位 就是各个数值 然后对于类别性变量 会显示出来均数值 这叫均数值 所以在这个角度的话 我希望大家在下面的话 也可以练习一下 这个清单2.6 对于我们的因子 从概念上到这个使用上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 就这种分辨 这样到后面 我们去讨论 读入不同的数据集的时候 什么情况下 我们可以去利用因子 来帮助我们 进行比较有效的统计 就会比较的有帮助 下一个视频 我们会进入到2.2.6 也就是这个2.2中的 最后一个小部分 就是讨论一下列表 因为列表 可以说是极大成者 是前面我们讲的 各种数据类型的 可以说它是大杂烩 我们在这个里面 再去进行一些演示 下一个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 转发 下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